SMP文化利用一支單針在頭皮裏做一個無狼狂針的消點 其實就可以做到Skin Tech的效果 但是時間上就會比較慢 現在就會示範一個點一個點一個點的無狼小點 SMP重複點在頭皮的狀態 因為其實SMP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 為什麼不會被重視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怎樣點都好 只能做到Skin Tech的效果 而做不到一個很濃密很生息的效果 而MPM上面有50支針 可以做到立體視覺的效果 因為它可以重複重複不停在不同的位置 加深加密就好像現在圖片上所顯示出來 可以做到視覺的立體感 又可以做到深色 所以可以做到一些好像做了頭髮粉的效果 所以我們文化那時候可以深情自己控制 即是SMP做到的Skin Tech的效果 我們可以做到 而SMP做不到的效果 我們也可以做到的 MPM文化基本上做一個全頭 只需要一個小時至一個半小時 而SMP做一個Skin Tech的全頭的話 就需要八個小時 和多次補色才可以完成 完成